首先我們會有些分享 這也是很奇妙的 不是關於我本人,是關於神的工作 首先大家如果上網看,都會看到YouTube有一個叫Phoebe Phoebe,Phoebe 她是在外國的 其實在幾年之前她認識我 她的情況也很特別,她在網上偶然看到我的影片 看得不多,然後她發夢 她有異夢的恩賜 她發夢見到我,在為人祈禱 又幫助人 然後有個聲音跟她說,這個就是異牧師 你認清楚她 於是她就可以看到影片後,她就找我 找我之後我又幫助她 然後她看了一段時間,後來她就停了 但是在兩個星期之前,她就有重感冒 重感冒,她就很辛苦 她就想起看我的影片 看的時候,她就看到 即是看的時候,她就一直跟著那個影片去敬拜讚美 在敬拜的時候,她就馬上覺得那個辛苦是減少的 這是第一,兩個星期之前發生的事 然後兩天之前,又有另一件事發生 其實接下來是很奇妙的 她就發了一個夢 我又打電話給她 她就告訴我,我昨晚發了一個惡夢 我又不知道以為甚麼惡夢 她就告訴我,有些人要有一個牆 有些人很長的牆 排隊去那裡接受審問 有些人不像人,但又像人 但她的臉是特別大的 而且她的顏色是很奇怪的 就是那個領袖是又紅色又黑色的 其他人是藍色灰色的 他們去到那裡就要拜獸 如果不拜的人就要殺死 那他們的手上拿著刑具 他就不是一下子殺死 而是折磨 然後折磨到他就死了 在城牆上就把他丟進去 叫他跌死 Phoebe她對於啟示錄她是不認識的 他有看過,但他不太認識 他不太記得 他不知道裡面有說到 敵基督是會逼白人,殺人 他看到的時候很害怕 他當作是一個惡夢 但我說這個是 聖經裡面所預言的事 會發生的事 新禮聖經說到 將來敵基督會殺人 如果你不拜獸 後果是野獸的獸 後果是會被殺的 但是神會保守基督徒 不要以為基督徒一定被殺 不是的 神會保守我們 這就是他剛剛兩天前發的夢 其實在幾年之前 兩個星期之前他病 他打給我 他就開始告訴我 他說其實他幾年之前 已經發過夢 是關於末世的 他那時候也是很害怕 他就看到 當時他是這樣的 他在夢中進入另一個夢 如果你上網看 YouTube 葉牧師 你便會看到 他在夢中是甚麼 他是跟家人一起玩 吃 忽然間 去了另一個情境 是在天上的圖書館 然後有一個聲音跟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一些東西 他便問 他便說這不是一個聲音 是一個意念去他 因為在天上 天使和耶穌跟我們溝通 是不是用聲音 是用意念 然後他便問 意念問去哪裡 意念回答他便說 去看末日 他說我不去 但他不去 也帶著他去 結果他便去到 去到第一場 看到海變了血 然後鯨魚 反轉 死了 浮了在這裏 很多鯨魚 這是聖經所說的 海會變為血 然後就是 海中的生物 首先是死三分之一 後來就死了全部 然後他又看到 陸地上的動物 那些大象 很多死了 是淋了屍體 是變成灰白色的 不是平時的顏色 但有幾隻還未死 已經受傷 流血了 他的象拔 就舉向天 在呼喊 在哀明 好像向神哀明 很淒涼 很淒涼 這也是因為當時的 各種情況 因為水又會變血 海水又會變血 河水又會變血 所以這樣的時候 那些動物根本就會死 在那時候 他就 看到這些情況 他又不知道是 異夢 他只是覺得很害怕 末日很害怕的事 但他不知道 原來他所說的 是聖經有說的 然後他又看到 月亮變血 他又不知道 原來這裡聖經有說的 這個就是 第一個人物就是 Phoebe 兩天前 他就告訴我 他就看到 受迫伯的情況 有人排隊要去被殺 要不就敗獸 如果不敗獸 就會被殺 然後昨晚又另一件事發生 就是另一個人 在外國的 叫做Vivian 是我不認識的 他就傳訊息給我 他說我看了Phoebe的影片 他說我都有末日的異夢 於是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和你錄音 我就和他錄音 然後我今天回去 就可以的時候 我就會弄 弄了放在網上 他就告訴我 其實他由十多歲 已經開始有異象異夢 以及聽到神的聲音 他第一樣聽到 就是神跟他說 你會去英國讀書 在他來說是不可能的 因為他只有一年的學費 但他沒有想到 他自己獲得獎學金 所以他可以繼續讀 他已經停留在英國幾十年 很長的時間 然後他就告訴我 他在異夢見過什麼 見過白色大寶座 以及上去天上的天梯 是水晶造的 他又見過… 即是在… 我想一想 對不起 因為太多資料 總之他見過屬神 他又見過天使 但很特別 天使 就不是普通的天使 在天上 是日頭的 日光日白的 四點鐘的時候 他就見到那些雲 普通的雲不是一塊塊分開的 它是一塊雲 即是兩塊雲 是很整齊兩個天使的樣子 完全是兩個天使的樣子 是那些雲很整齊 排列 是兩個天使的 然後呢 他就說 我其實就見過 在俄烏戰爭發生前幾個月 他已經在夢中見到這個 俄烏戰爭 他就見到很多士兵在那裡 他後來想看這些制服 是什麼國家的士兵 他就看到是烏克蘭的士兵 在那裡準備打仗 這個是他見到的第一 然後呢 接著就 一個個夢跟著 即是連續劇 接著呢 他就發夢見到什麼呢 他就發夢 就是他 受傷 躺在地下 在他家裡外面有個停車場 他就受傷躺在那裡 然後他周圍看著 是有很多死屍在那裡 這些真的不會作出來的 即是人在做夢 即是很少會見到死人 他見到很多死屍在那裡 然後他們就被救去醫院 他又見到其他人在醫院那裡受傷 然後就在那裡處理 然後他又 在這個時候 他就看到另外一個情境 又有另外一個夢 就見到那些屋 全部鋪了白色的灰在上面 那些人又沒有了 那這個也都可以 不知道是打仗的時候的人死 還是核彈 因為核彈就是這樣 近的那些就燒光了 遠的那些就是那些核子塵 那些不好的東西 那些塵埃會飛飛到很遠路 就降在那些屋的上面 那麼他就見到這個情境 然後耶穌跟他說了一句說話 他就走了 那他就收到信息說 這個世界快沒有了 快要走 快要完結了 就是耶穌要快要回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他自己就說 他說是神讓他看到 這些末日的事要傳揚出去 而兩個人 就是 在兩個星期之前 一個人告訴我 關於末日的法的異夢 然後這個人 又昨天 昨晚就告訴我 我覺得很奇妙 我覺得神跟我們說一些說話 就是 耶穌真的快要回來 這個世界是不太長的時間 其實我們知道現在 首先就是氣候變得很厲害 第二件事變得很厲害 就是隨時有戰爭 其實很多國家現在對立的情況很嚴重 就是一個擦槍走火 忽然間可以打仗 忽然間 他的情境就是 他在俄烏戰爭之後 忽然間他就被打傷 就躺在地上 就是忽然間 不知道怎樣發生 就有這個戰爭發生 那我就會說 我們真的預備好了 我們大家知道 在 其實我今早這個時間是很特別的 就是因為 在我另一間教會講到 他們就 一早已經問了我 就是講啟示錄 就剛剛 今天就開始講啟示錄的七印 之前有講過 那些七封書信 和講整體啟示錄的 但是今早就講這個 七印 而在講這個訊息之前 就有Phoebe 告訴我她的異象 異夢 接著就是Vivian 是一個不認識我的人 就跟我說到關於她的異夢 我就覺得 神真的跟我們說話 我今早也跟他們說 我覺得 為何會這麼巧呢 今天要講到 昨晚就會 這個人就告訴我 他看到那些打仗來了 打仗來了 他又受傷 很多人受傷 也有很多地方 很多這些煙 有些塵 整個天邊都黑了 我就說 我們真的來到神面前 我們 求主預備我們的心 不要覺得這個太平日子很長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一打就忽然間 就可以世界大戰 忽然間 很多國家一起打 是可以很嚴重的 我們在這個時候 一起起床 祈禱一下 然後我再繼續 我們下面聚會的 讀經和訊息 親愛天父 我們來到你面前 安靜在你面前 我們在你面前 苦福等候你 神啊 你是不是有些說話 跟我們說 為何我們會收到 這麼多關於末日的異夢 而像這些人 是告訴我們 的訊息 是這麼真實的 我們真的知道 世界末期快度 我們基督徒 需要預備好 面對大災難 我們需要在大災難中 靠著耶穌得勝 因為在大災難之中 如果拜仇 拜敵基督的 或者是受這個 受印記 受這個敵基督的印記 他們是 他們躺在流氓的火鍋 求主幫助我們 靠耶穌 站立得穩 不要只是看世界 而是靠耶穌有力量 去幫助周圍的人 去傳陽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與時事 親近神 遵從神 求主加力量給我們 我們需要你的恩典 需要你的力量 需要你和我們一起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求主使用我們 感動我們 帶領我們 賜給我們動力 賜給我們動力 願意給神使用 多謝天父 我們請到 還有一位 靈魂 招勘 演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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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唱會 演唱的 演唱的 演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